台北市交通局与三家共享机车业者合作 推出公共运输定期票加价购买共享机车优惠方案 推出期限30日之加价购优惠方案 价格为300元、259元及299元 相较于一般骑乘共享机车的花费更加便宜 像WIMO的话目前就是针对一般用户 可以使用200分钟 那青春用户会使用250分钟在30天内 那售价是300元 也就是比原价是差不多六折的方式的优惠价格 让民众来购买 那Iran的部分也是30日内可以使用200分钟 那售价是259元 那GoShare的方案比较不同 它是说购买30日内不限次数每次可享5元的优惠 那售价是299元 民众可先下载悠游付及共享机车业者APP 完成注册程序后使用悠游付购买或绑定定期票即可加价购 如果是使用实体悠游卡购买定期票 需先完成记名 且不论是否为台北市民皆可享有优惠 那到底要怎么来做一个购买使用呢 那民众就是可以使用悠游卡或悠游付购买并启用定期票之后 那其中如果是使用这个实体悠游卡购买定期票的话 要先能够把定期 今天民众要先把定期票记名 然后记名之后要把这个悠游卡登录绑定到我们悠游付里面 这样子在悠游付里面就已经有这个购买加价购的资格 那我们在悠游付的界面里面会有一个1280加价购的选项 那点选进去之后 只要你是有资格的民众的话 你就可以去选购我们共享机车的优惠方案 只要完成这个付款的手续 再进到我们共享机车的APP 就可以来做一个使用了 另外交通局还额外提供加码补助 只要是台北市民于加价购买优惠方案后30天内 无定期票及优惠方案退费记录 就可享有每月一次200元的补助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